工作人員戴著安全帽 坐在吊車上緩緩啟動 升了好幾層樓高 為的就是要掛上這一面 巨大的韓國瑜選總統 反部看板 在高雄精華地段 掛上這面巨型看板 讓附近民眾都來搶拍 國民黨初選民調出爐的這一天 這位鋼鐵韓粉 立刻就把挺韓選總統的看板 掛上動作這麼快 其實早就準備好 這面多有錢就計畫好了 就有在規劃 他宣布參加初選 多少錢不方便講 那是一個心意 講錢就沒有什麼意思了 高雄這面挺韓國瑜選總統看板 長9.5公尺 寬7.2公尺 將懸掛6個月 掛到明年大選結束 更自掏腰包 懸掛租金大約10萬元 更是全台第一面 吳先生說 還會再加碼 除了這一面接下來還會掛別的嗎 今天接下來還會再掛一面 中部也有韓粉自掏腰包 製作長5.2公尺 高2公尺的庶民總統看板 花了3200元 掛在自己做生意的地方 也同樣選在韓國瑜 民調勝選這一天 掛看板立挺 韓市長要參加國民黨初選的時候 我都先準備好了 然後是到今天早上 聽到這個好消息的時候 我就馬上掛上去了 邁向總統第一步 韓國瑜已經成功跨過去 高雄議員聽到好消息 希望從庶民出身的韓國瑜 能更重視庶民心聲 如果真的當選可能他想的層面 會是比較大方向不一樣的 會想到我們庶民 未來的很重要的一個關鍵 除了您剛剛講的 中間選民年輕選票 還有很重要一點是高雄市 因為高雄絕對是韓國瑜 他未來的一個最重要的一個根本 韓國瑜民調大勝 代表國民黨選總統 各地韓粉自費慶祝 未來競選看板也可能越來越多 基層挺韓聲浪 在台灣遍地開花 記者高雄台中綜合報導 記者高雄議員 記者高雄議員